中文字幕——YK 圆中的文物能拿走的全都被带走了,拿不走的全都复制一句,成龙大哥还曾为圆中的十二生肖铜像拍过电影,相信大家都看过十二生肖了,而且龙哥的努力也算没有白费,在电影上映几个月后,就有国外的游人将其中的两个铜像归还了中国,不过这个世界上堪生奇迹的园林却永远的消失在了大火之中, 现在的我们只能靠一些还原图坛勉强能看到当年的一些景色,这个不仅震惊果然,也震惊了世界的超级园林,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,曾经有人提出想要重修园林园,但是很不切实际,不仅成本太高,而且当年的很多记忆,也不是现在人能模仿的, 而且,一个毁坏的园林,比一个完整的园林更能够让我们铭记历史 然而最近,在英国举行的一场拍卖会中,一组圆明园的圆照被曝光 那不是还原图,而是货真价实的在圆明园被烧毁,之前拍摄的照片,看到照片的人都惊叹不已,这才是人间天堂吧 如果这个圆明还存在,那世界第八大奇迹就该有主了,这组图片的收藏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了,而他也理所当然地被以高价拍走,看到过照片的网友都惊呼,家里的店,那该换品宝了 可惜的是,这些美景只能存在于照片之中了,当年英法的罪恶让世界损失了一大奇迹